之前采访中说到今年准备给家人发红包了 那昆昆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收红包的 不收红包 成年以前收红包 成年之后应该怎么怎么没有再收红包 就是长辈会给但是一定会退回去 或者说给家里更小的小孩 现在有没有就是晚辈了家里就更小的 现在是确实是要自己是要去发红包了 已经已经就是有时候是真的会听到 就可能有人会叫你输了 你呢 我不信 我拒绝 可能是当天头发梳上去了他就会怎么叫我 但是要给家里的长辈们开始要准备了 对 爷爷奶奶都会给 都会给到红包真的非常有孝心 判断一下以下做法是否是春节拜年给亲戚留下好印象的正确操作之一 亲戚的饭局上面大一给你热情的盛饭 处于减肥期的你吃了两口就放下了 请问这样做的话是对还是错 特别是其实做艺人的话很关键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 要看你是想对得起自己还是对得起大姨 那我觉得像这种亲戚的饭局上还是得对得起大姨 还是多吃点 回去再跑步吧 再减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